随着夜幕降临,繁忙的熟食店也到了结束营业的时间 老板卡卡维洛斯有些为难的对员工艾莉说 你看这儿还很脏,要不你留下来帮我一起清洁,我可以给你加班费 还没有等艾莉做大,她边上的另一位女同事立马回应说 老板,我来 老板笑了笑说,不过我依旧希望是由艾莉来加班,你知道的,她需要钱 艾莉的直属经理走了过来,她在向老板问好的同时表示 她可以陪着艾莉一起加班 艾莉对于老板和经理的关心表示感谢 然后,熟食店内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 忙活后,他们准备各自回家 艾莉在走前向老板预支了500美元的劳务费 老板写下了字句,以便留给明早上班的财务作账 然而第二天,警方却接到了艾莉的姐姐和她的室友先后报案 他们说艾莉不见了,她的手机关机了 而且,昨夜她压根就没有回家 哈喽大家好,我是鬼灵异 格洛弗斯威尔是美国纽约州福尔顿线下的一个小城镇 它曾是美国首套制造业中心 总人口15000人,80%的居民都从事与皮革手套相关的工作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一行业开始衰败 这导致了该片区域的经济更不景气 人们纷纷搬离了此地,许多住宅也被废弃 在2018年时,当地政府重新规划 两年后的城市慢慢恢复了升级 它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化 艾莉是这儿的本地人 22岁的她正在很努力地生活与工作 像多数的同龄人一样 艾莉在成年后离开了父母 她想要得到更多的空间与机会来接触社会 艾莉并没有跑去外州 而是同闺蜜珍妮住在一起 两个人从13岁起就是好友 珍妮曾有过一段失败的恋情 她怀了孕,生下了孩子 一个人承担起养育的正代 艾莉偶尔会搭把手 不过随着孩子长大 两个人所租借的小房子开始拥挤 近期艾莉忙活着 她想要租个新房 或是直接购买一套 她的家人支持她 然后2019年的10月29日 她突然失恋 艾莉的姐姐首先报案 然后艾莉的室友见闺蜜珍妮也报了案 珍妮表示既很担心艾莉 艾莉在昨夜就没有回过家 她的手机关机了 她与男友的见面也爽约了 警员尝试询问更具体的情况 珍妮说 艾莉在一家叫Localite的熟食店工作 她在那里已经干了大半年 因为勤奋 因为她的人际关系处得很好 所以她的同事和顾客都很认可她 艾莉自己也很开心 昨天10月28日 艾莉失恋前的下午 珍妮去到了她打工的熟食店 艾莉自掏腰包请客珍妮 珍妮在离开店接孩子时 把手机的充电线落在了店里 她发送短信给到艾莉 并询问她是否要去接她下班 艾莉一开始还回复说 自己不确定聚集的下班时间 她让珍妮先带着孩子去准备糖果 因为两天后就是万圣节 艾莉很喜欢这个日子 可而后 珍妮就再也没有收到过艾莉的任何讯息 艾莉的男友叫戴明 竟然试图联系她 可没有成功 竟然直接去到了戴明的家 开门的是她哥哥 哥哥说戴明并不在家 这几天她也没有见过艾莉过来 不过说到这戴明 她和艾莉也只是认识了一跃有余 两个人的关系还不是很明确 不过戴明的哥哥 倒是给了警方一条提示 因为艾莉曾经告诉过戴明 说自己与前任的分手 是因为受到了不公对待 具体是怎样的不公呢 戴明的哥哥答不上来 很快 警方和艾莉的家人取得联系 结合在警局的备案 及家属的叙述 我们得到了以下内容 艾莉的前男友叫泰勒 事实上 警方曾在过去的多个场合 与其打过交道 泰勒因为行为不紧 以及暴力倾向被关押过 虽然后期 相关的受害者们都选择私了 但泰勒的暗地 却还是留了下来 艾莉家人说 艾莉和泰勒交往了四年 在泰勒心情好的时候 样样事情都好说 但一旦她的情绪低落 那么艾莉便少不了被责骂 甚至被打 因为爱情 艾莉都忍了 可有一天 艾莉捉剑在闯 更连她没有办法接受的时 泰勒偷情的对象 竟是自己的某位好友 这也将他们的感情 推至了终点 但由于是艾莉率先提出了分手 这很有可能 伤到了泰勒的自尊 所以这家伙 会不会走了极端呢 然而当下 静怨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泰勒 10月29日下午 艾莉被汇报失踪的四个小时后 她的现任男友戴明 联系了警方 戴明解释说 自己最后一次 同艾莉联络 是在昨天下午的6月39分 她问艾莉 什么时候可以下班 他们本计划着 共进晚餐 可艾莉说 自己有事 来不及赴约了 随后 戴明便独自回家 她在回家的途中 遇上了一些朋友 受朋友之邀 他们去喝了酒 然后戴明跟着其中的某一位朋友 回了家 他们在网上聊得很嗨 戴明也直接在该位朋友家 过了夜 警方并不觉得 戴明有什么可疑之处 依旧在此时 艾莉的前任男友泰勒 也主动怜思了警局 泰勒提供的信息 似乎使得事态 变得更加严峻 他承认 自己之前与艾莉 发生过肢体冲突 艾莉受了伤 自己也进行了道歉 是 其在感情上 是对不住艾莉 不过艾莉那天的暴怒 让泰勒意识到 这个女人并不好惹 为了防止艾莉在后期 进行报复或纠缠 泰勒直接屏蔽了她 两人的情侣关系 也彻底结束 泰勒并不留恋 却是偶尔会担心起 艾莉的健康问题 泰勒说 艾莉患有抑郁针 医生给她开了药 不过 因为她没有购买医疗保险 无法承担高昂的治疗费 艾莉为了节省成本 并在治疗期间 据泰勒所知艾莉的精神状态 其实并不怎么稳定 虽然平日里看不出异样 但她的突然离家出走 已不是第一回了 分手前 泰勒还先听她工作底的老板 卡卡维洛斯说 艾莉同她之间 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艾莉说 我不想要再继续了 我受够了这一切 老板卡卡维洛斯问 你是指你要辞职吗 艾莉回复道 我觉得我活够了 对此 艾莉的家人 艾莉并不认可 虽然艾莉的病情 是一个大分体 但她们更是担心 艾莉遇上了什么 不可预知的麻烦事 她们来到了艾莉的工作所在地 罗库乃熟食店 并以此围棋店 逐接搜索 散发着寻人启事 此时 警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既熟食店的门上 粘贴着一张A4支 她的上面写着 正在装修 可店内却依旧在经营 也恰恰在此时 里头走出了两位员工 警员跟他们一一交流 员工并不清楚 这店里有什么地方正在装修 只是金哥一早上班 便没有再见过艾莉 店部的老板卡卡维洛斯 和经理詹姆斯达菲 也都没有来上班 据说是经理临时请了假 而这突然的请假 与艾莉的失踪是否有关 警员要来了经理詹姆斯的手机号 詹姆斯来通话和答应 来一次警局配合调查 包括 当他现身在警局时一身的酒气 在谈话期间 他的情绪也波动很大 警员很难与他正常交流 幸好熟食店的老板卡卡维洛斯倒是正常 在警员联络上他 并请他到警局做笔录时 卡卡维洛斯显得绅士大方 他告诉警员 这个熟食店的法定代表人是自己的爱妻 但爱妻其实不管是 只是因为卡卡维洛斯的名下 已经有了一家快餐店和一辆快餐车 所以卡卡维洛斯才把这家熟食店挂在了妻子的名下 然而餐饮行业赚的都是一些辛苦钱 卡卡维洛斯做的这三个生意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他聘请了詹姆斯作为这家熟食店的管理人员 现在卡卡维洛斯只需要在大事上把把关 其他的都是交为詹姆斯进行打电 老板不会经常跑店里 不过10月28日 爱妻失联的前一天 老板正好得空 并在下午去了店内 那一天 电影的生意很好 卡卡维洛斯见着员工们都在忙活 他在鼓励大家的同时 也提醒他们在进出厨房时注意安全 因为厨房的地面比较湿滑 不过临近下班时 还是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生产饮料的机器 被划到在地的经理詹姆斯撞坏了 机器里的糖浆和苏打水喷涌而出 员工们赶紧过来打扫 老板卡卡维洛斯 怕是这意外 以后还会发生 他想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所以便想起 要对店里进行重新布局与装修 他把经理詹姆斯拉到了一边 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詹姆斯 詹姆斯若有所思 此时夜色渐暗 舒适店也即将关门 卡卡维洛斯问艾里 可否留下来加班 把饮料机给清洗干净了 老板知道艾里在找否 他需要更多的资金 艾里在被询问后 似乎有一些犹豫和不情愿 不过后来他还是留了下来 而接下去的工作也都挺胜利的 在收拾完一切后 艾里低声询问老板 能否先预知500美元的老物费 他保证自己会更努力的工作 老板卡卡维洛斯 从收银台的柜子下 取出了一张A4纸 上面写下 10月28日预知员工艾里500美元 然后他打开了收银柜 从里头取出了这一笔钱 在把钱给到艾里的同时 他也说得很清楚 这一笔钱需要从 下一次的工资中口出 艾里点了点头 在把钱放进他的钱包后 他看起来很开心地离开了店铺 这一系列的事情 大约发生在晚上七八年的样子 卡卡维洛斯并没有察觉出 有什么异样 他也不会料到 这兴许是他见到艾里的最后一眼 卡卡维洛斯也表达了对艾里的担忧 但他并不认为艾里的突然失联 同他的经历詹姆斯的突然告假 有何关联 他涵涵涮罗斯 他一个困难的女孩 他很困难的 我准备为她 我准备为她的父亲 她的男朋友在她哈 我恋不良 我认为她有什么刺客 做了什么 他们僵侣 他们丧伙 卡卡维洛斯很坚定地表示 经理詹姆斯和员工艾莉之间 仅是朋友同事关系 他拿出了手机 给警员看了一些同事之间的合影 照片上 詹姆斯和艾莉都显得自然 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 警员瞄到了老板 与詹姆斯之间的通讯历史 警员想就这一方面 再仔细地看一看 但老板卡卡维洛斯拒绝了 他解释说 自己并不是不愿意分享 不过因为信息中包含个人隐私 虽不方便公开 他脸上的微表情开始变得紧张 这被有经验的探员捕捉到 所以他们开始怀疑 卡卡维洛斯 或者说是他与詹姆斯之间 一定有秘密 一天后 探员造访了经理詹姆斯的家 因为考虑到前一天下午审讯时 詹姆斯喝醉了 所以探员特意选择了在清晨 跑到他家 以确保詹姆斯在睡醒后 没有机会喝酒 也确实 当天的他很清醒 第二次来到警局时 他的表现算是稳定 不过后来 他发出了邪恶的笑声 詹姆斯开始同探员讲条件 这个案子也因此有了突破口 我感觉到你会负责 我没有 我没有 有些事太远那天 你们试试试试 你有答案 到这招责 我想到被D.A. 让你帮我帮你帮我 我走到这里 你放我上车 我可以走 我不要评论你什么 我可以 所以那是为什么我会谈到你 是因为她过程 她是在某个地方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可以得到 明明她是剪裹的, 它是不同的 你都不太知道 你真的不太知道 有没有担心为这 有没有担心为这 他们给了我500$ 给做这些毒品 所以我可以建设的勇气去做这 根据詹姆斯的叙述 熟食店的老板卡卡维洛斯 分别在10月25日、26日和27日 给了詹姆斯800、500和300美元的现金 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她恳请詹姆斯替自己除掉艾莉 艾莉是一位好员工 是店里的得力助手 不过她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 或者说艾莉为了给自己维权 这彻底得罪和扰乱了老板的大计划 原来老板卡卡维洛斯 在此前递交了熟食店的破产申请报告 她的账面债务 包括亏欠了国税局和纽约州税务局 超过70万美元 她向税务局表示自己无力偿还 但其实她还有一本隐秘的明细账目 劳工部在事发的一个月前 暗访了熟食店 那时艾莉在场 她告诉官员说老板拖欠了他们的工资 而且艾莉每一周都需要干70小时的活 她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额外的加班费 或是补贴 老公不再后来寄来了信件 要求法定代表人卡卡维洛斯的爱妻 给出合理的解释 同时老板卡卡维洛斯 也需要递交一份近一年来 员工的实际工作时间及报酬明信 卡卡维洛斯因此变得焦虑 当她了解到是艾莉泄了密室 她便再容不得这个女人了 由于詹姆斯好酒 偶尔也会服用一些违禁品 所以老板利用了这一点 她给詹姆斯搞了一些违禁品 10月28日 事发日店内的饮料机 是被经理詹姆斯特意破坏的 艾莉答应了老板留下来搞清洁卫生 晚上的7点15分时 店里只剩下了他们三个人 当艾莉忙活于清理水槽时 詹姆斯拿起了棒球棍 并悄悄地站到了她的身后 中极后的艾莉倒地不起 老板卡卡维洛斯 取来了事先备好的食品袋 她把它套在艾莉的头上 艾莉因为缺氧 不停地扭动挣扎 此时老板大叫 詹姆斯劝到榔头来 詹姆斯有些慌乱 不过还是取来了工具 他们一人一锤 打在了艾莉的头上 艾莉开始抽搐 然后老板掐住了她 直到她不再动她 地上的红色 与饮水机的糖浆融在了一起 他们顺利成正地清理着 因为需要更多的清洁器 老板卡卡维洛斯 在打扫卫生期间 还特意离店 去了一次沃尔玛超市 采购了更多的 两个人在收拾完店铺后 河里把艾莉还有一些工具 放进了卡卡维洛斯的 轻车后备箱中 车内还存放着老板 实行预备好的肥料和水泥蛋 正在招供的詹姆斯 让警员备一辆车 然后他带着警员去收集占据 包括附在水塘里的棒球棍 在棍子机密开外处的草堆中 还有一些剩余的清洁用具 和垃圾袋 沿着高速公路 从13号出口出去 便是老板卡卡维洛斯的 另一家快餐店 在店后方的不远处 是一片沼泽地 而遇难的艾莉就在里头 34岁的詹姆斯说 那一夜 老板卡卡维洛斯 给了他两瓶啤酒 按理说 詹姆斯不会喝醉 不过一瓶下毒后 他就已经犯了晕 老板让他挖洞 詹姆斯有些费劲 老板就坐在了 一根倒下的树根上 让他不停地朝着詹姆斯 这儿撒钱 后来詹姆斯实在是没有力气了 老板见动不声 便取来了锤子 把艾莉砸砸碎 然后混合着肥料和水泥等 一并满下 最终 警方使用了无人机和巡尸犬 找到了艾莉 当天晚上 51岁的卡卡维洛斯被捕 一开始 他很嘴硬 直到卡看见了物证 才低头表示 要请律师 昨天 十八个月后 十八个月后的2021年5月12日 本案开庭 700多份证据 超过60位证刃 通过詹姆斯已经签署了认罪协议 但老板卡卡维洛斯还是不认罪 他说 这一切都是谎言 真相是詹姆斯他自己解决了艾莉 当天晚间 詹姆斯和艾莉留下了稿卫生 卡卡维洛斯并没有留意到什么 他发现问题是 詹姆斯就已经对艾莉下了重设 詹姆斯威胁说 若老板告密或是不配合 那么老板的一家人也难逃一劫 老板卡卡维洛斯是依着詹姆斯的要求 才去了超市 但根据超市的监控画面显示 他并没有像自己说的那般紧张 他在购买清洁用品时 他柔柔性质地给自己 买了一盒新人巧克力和一本杂志 而且老板卡卡维洛斯也解释不清楚 詹姆斯还爱的动机 最终他被判处一级谋害罪罪名成立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同放詹姆斯二级谋害罪名成立 他也被判处了18年监禁 而当再一次回看艾莉被报失踪时 这两个罪人的表现 他们虚假的令人泛傲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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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